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用大米来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用煮也不用蒸,比蒸米饭好吃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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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制一分钟 在面糊的表皮刷上一层油锁住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再烙制五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我们用手按压一下可以快速的回弹起来 像这样就是熟透了 我们想办法出锅 放在案板上 先从中间切一刀 分为四份 最后再切成八块 这样比较方便食用 一张饼就足够一家人吃了 盛在盘里面 来看一下 大米做成发面饼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比纯白面做出来的饼子还要好吃 而且里面特别的松软 闻起来就非常的香 里面添加了蔬菜和火腿肠 鸡蛋和鱼面 营养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全面 非常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 提前一个晚上 在冰箱里面冷藏发面 早上起床呢 切点喜欢吃的蔬菜 上锅六分钟就可以做好 非常的简单省事 也特别的节省时间 这样做的大米饼 有着浓浓的米香味 太好吃了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评论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Aud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